本期话题来看到 国内面临连两年疫情变数 让企业举办尾牙跟发放年终奖金 都受到了影响 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 今年企业发放年终奖金 平均落在1.17个月 比去年提升了0.06个月 大约多出1.8天的薪水 但还是6年来次低 另外企业举办尾牙的意愿 今年的比例大约占63.8% 虽然高于去年的55.9% 但也是创下9年来次低 让不少跑尾牙场的表演者 几乎接不到活动 金歌热舞性感女团卖力团练 都是为了年终尾牙表演 往年接尾牙场接到手软 忘记档期至少都有30场 但受疫情影响 现在通通被喊咖 整位魔术师同样面临 零档期的窘境 就是剩下两层 就是跟以往比的话 可能以往可能可以接到10场 但今年就是到明年1月就两场 尾牙的话几乎都改线上抽奖 去年的话应该是有 大概有到20%以前 两层左右 现在的话几乎都只有一层不到而已 疫情搅局 各大公司几乎停办尾牙 根据YES123人力银行统计 今年有计划举办尾牙的企业 比例约占63.8% 虽然高于去年的55.9% 但跟往年平均都有80%左右相比 还是差很大 今年创下9年来次低比例 疫情冲击不止反映在尾牙场 更直接影响到民众最有感的年终奖金 今年平均有1.17个月 比起去年的1.11个月 有微幅提升0.06个月 大约多出1.8天的薪水 摊开近6年的统计数字 也创下6年来的第二低 整理来看还是没有回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以行业别来看可能主要影响这个数字 没有办法提高还是在内需型产业 像这种大船业或者是餐饮业 甚至补教业以及零售量饭业的一个部分 年节将近大家最期待的尾牙没了 年终可能也跟着缩水 解台北综合报道